好最后一点时间了 我们来讨论一下习近平 回到了又回到习近平 中国研究院离不开习近平 离不开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11月8号穿着迷彩军装 在张公月侠跟何卫东 还有四位军委的陪同之下 参观了这个在北京参观的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他是用总指挥的身份 穿着迷彩装 作战那边 也看了我看了这个官媒 有一张照片 这个君彤 你怎么样看待习近平 参观这个所谓的作战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提到了要全力 这个打战聚焦 加快提高打赢的能力 走开 这个其实我们就按 郁文刚才的这个分析 方法来说的 也没什么新意 这个连指呢 也是在几年前就有了 这个东西 而且习近平也去视察过 至于说 而且就江泽民这样的 我们都认为他什么海派呀 主张亲美呀 怎么想和平发展了 还认可邓小平说 和平与发展员 他也说过 因为我们小时候叫 招之能战 战之能胜 来之 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这个江泽民说的 也是要军队要建立 要打得赢 这个建立这样的部队 其实我没有认为呢 习近平这个讲话 特出露出 就是跟以往的 共产党领导人 在谈这一类问题上 特别到了 这些作战连指 什么指挥 作战指挥部啊 视察这个前线部队 有什么不同的 一些说法 所以我觉得 至于说但习近平呢 确实比别的领导人呢 这个战争意识更强 你看 你看看 他所有事情 几乎都要讲打仗 就像比如搞抗议吧 就有什么物资调动 什么运动战啦 什么之类的 反正编着了 五六个战争的名字 反正好像整个抗议 就是这样战争 那么还有他呢 老讲什么底线思维了 在底线思维上 就是要准备 要建战时体制 还有呢 我觉得呢 这个习近平有一个中国梦 在这个中国梦呢 有强党强国 其实还有一个强军梦 就是27年 35年 还有到本世纪末 那么这到2049年 有这么一个三段的飞跃式的 而呢 特别是呢 他想要真的成为 这种像中国历史上 一个比较伟大的 一个政治领导人的话 像做到川普前总统 给他封的300年 最伟大的一个政治领导的话 那要超过毛泽东 邓小平了 对吧 他要没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话 他很难胜任这个 所以他这一辈子呢 我觉得他是一定要打一仗 但是至于说 怎么打仗 正因为他报复大 我才认为他 近期内他不会打仗 因为他有个一带一路计划 中国打一战在哪里 所以势必打一战 打一战在哪里 我不认为 我认为习近平报复 根本不止于台湾 你搞航母的话 打台湾不用航母的 就是那个 那那大区什么就可以了 造个航母很贵 他我觉得认为 他是要在整个的 中国将来远洋要 因为他的一带一路计划 要重塑世界的经济地缘 经济地缘就是要 以中国为中心 哪个地方供资源 哪个地方供能源 哪个地方供什么 然后再围绕这地方 把铁路修起来 公路修起来 码头修起来 机场修起来 把航道弄通 这些将来 都是要他的海军去做的 那么中国将来 如果不搞出 核动力航母 我看那第四艘 也搞不出来 到第五艘 才能搞核动力的话 到那个时候之前 是我不认为 他会去打仗 就像中国的鹰派 那些将军们 突然在前两年 都变成鸽派了 因为他们反复强烈点 不要影响 习主席的这种 复兴中国的伟大设想 就是所以 我为什么我不是说呢 习他不想打仗 我刚才讲了 他的战争意识 战争情节非常的强 比江泽民 比胡锦涛 甚至比邓小平还要强 因为他不懂打仗嘛 他不懂打仗 有多残酷 邓小平打一辈子仗 他知道这一点 这个盛平还讲过 刘伯承倒不愿意 晚年不看战争维权 不看战争片 他就是因为 不想勾起 对战争残酷性的 这种记忆 那么但是呢 习近平呢是这样 可是呢 他正因为他报复很大 所以他需要在中国 比如你至少到歼20 这个装备 就是列装成军 而且到轰20 已经能够 这个研发完毕 还有还有个运20 对吧 这些都能够完成 他的这种 这个装备部队之后 我才觉得 包括他这个像 这个舰载的导弹 舰载飞机 都能够完成了 这种远洋作战的 在这个我觉得 他可能才会 真正去打一仗 现在呢 在小规模的冲突中啊 练练兵啊等等 我觉得这是可能的 嗯 舰载你怎么看呢 这个像打战聚焦 你又怎么解读 我 我基本上 我觉得 刚才君涛讲的是有道理 另外一个呢 那个 他现在的计划呢 他上回提出来呢 就是 要能够打赢 做到能打赢 他实际上定了 2027 就是五年以后 五年的时候 他要练 能够打赢 但是确实在 习近平上台的 过去的十年当中 中国的军队 确实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如果要是 十年前的话 中国的军队 基本上 就只能是 镇压老百姓 周边呢 都打不了 但是现在呢 从装备啊 到训练啊 你看 每年都在不断的练 不断的弄装备 那这一点呢 也确实 他的目标呢 是非常明确的 他就是要出海 要走出第一岛链 那出海呢 那他肯定是要 解决台湾问题 然后 要进入太平洋 去跟美国呢 在太平洋进行博弈 然后变成了这个 人类 建立这个人类文明 什么共同体 你包括在 那个澳大利亚 边上的 那个索罗门群岛啊 现在呢 也要通过谈判 在那个地方呢 弄个军事基地出来 或者补给基地 目标呢 很明确 就是要在太平洋上 能够使得中国的海军 能够有补给的地方 所以 而且呢 他在这个非洲呢 已经也是 已经建立下来了 这个军事补给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确实有强烈的 这种愿望 而且呢 现在呢 具体做法 你看这回他呢 变成了这个 他自己给自己 弄了一个官嘛 就是连指中心 总指挥 对吧 你看那个 毛呢 毛打了一辈子的仗 毛呢 最后呢 把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把国民党打走了 最后建了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真的是 一仗一仗打过来的 但是呢 毛只当了军委主席 他不要去做那些 具体的指挥的 那些事情 全都是 他那些将军们 那些元帅们 具体指挥 他只做 战略上的 这种考量 从政治上 战略上进行考量 包括跟这个 这个抗美援朝啊 这个抗美援月啊 像这些 这些动作 但是呢 习近平呢 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他呢 现在呢 他非常希望能够 就是那种 macro management 很很低调的 那个management 所以呢 你看 如果是这样下来 他就跟他 搞经济 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最后 做下来了以后呢 我想那就是 所有的事情 也都要定于一尊 那既然要定于一尊了 那他那些 实际上 大家也都知道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习惯 和他的决策 用人的这个习惯 那我想呢 后续呢 肯定会碰到 很多的问题 因为问题 会慢慢的积累下 你比如前一段时间 美军对这个 解放军的一个评价 就提到了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短板 那就是那种 联合行动 比如说这个 这个在 在这个 就海陆空 然后航天 那个导弹 各方面都能够 联合行动 用这方面训练的 这样的指挥员 解放军里头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所以呢 这些地方呢 就是在现代战争当中 就会有 这是一个重要的短板 这回的 俄罗斯的战争当中 也是表现出来 就是他的 他的指挥员呢 就是经过这种 全方位的训练 这种 相对就少 所以我想呢 这个在未来的五年当中 肯定习近平呢 他目标非常 他就要最后 撑穷世界 他肯定在这些问题上 他都会有所改变 有所进步 就是变成了一个世界的 一个世界秩序的一个挑战 所以呢 美国呢 现在把他 把这个中国 实际上他定义 中国实际上就是定义 是变成了美国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呢 在全方位 要对你进行 这个对抗 进行这个约束 所以呢 我想这个呢 就是以后呢 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啊 都可能是这种 这样的武艺 而且会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惨烈 所以我想大家 这一块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玉婉 这个徐吉民用军委联合作战 总指挥 国安的名义啊 的视察不是第一次 但是这个 在视频 在影片上面 把这个所谓的军委联合作战 指挥中心曝光 这是到的第一次啊 我们在视频上看到 你怎么样看待 除了军委主席 刚才那个恒经提到的 他为什么还特别强调 这个总指挥官的这种身份 这个刚才还挺讲的 是中国的联合指挥 做点是一个婆婆的环节 那么习近平呢 我也感到意外的 就是说 他出来跟他做自己 亲自建立这个连级总指挥 那可能就是要弥补这样一个短板吧 弥补这个短板 因为我们看到 他也不建立其他的 就军队这些方面 不建立其他的指挥中 他就建立这个指挥中 可能就是弥补这个短板的问题 而关于习近平所在这个聚焦与打仗 这个不稀奇 刚才军他讲了 这也是他 习近平上上以来 就是他对简文军的要求 就是聚焦打仗 而且要打赢 这是一贯的要求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一个重点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重点的东西 就是他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20大制造的简文军的 是他的手占就放在这个连纸了 这是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就像刚才讲的 既是一个薄乐环节 也太加强这一块 另外就是我们讲 如果把它跟20大的报告连起来 其实可以看这问题的端倪出来 20大报告的强军是未来五年的一个重要任务 强军的任务当然就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当然更远的目标 我们不说了 就是说这个第一次要挑战太平洋 跟米军最好的正式转件 那是一个更强远的目标 这不假 但是近期的目标 它可能是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这里面这个 就20大队 这个20大队检文军的要求 其实是提前的 我印象中 他说是这个20大 或者是说我印象中 之前习近平对这个检文军的要求 建立世界一流强军 一流军队 去放台 至少是放台2035年之后的事情 2035年之后 但是他现在也放到检文军 甚至100周年就解决这个 要让检文军的世界一流强军队 这个时间我们讲2027到2035年 提前了提前了中间这个八年时间 提前了中间八年时间 所以讲习近平这种这种危机感 他对这种所谓 从中可以看着习近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这样一个危机感 我相信因为他要建筑世界一流军队 就是为了对不起台湾来的 把这个时间提前 依印度来讲 未来五年的话 他会重点的加强 检文军的这样一个军手装备的训练 包括军队的装备 包括战壁训练 我们从这种珠海航展驻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珠海航展驻 我特别关注到所谓的 包括无人机的武器等等 都基本上都已经 那种新事物就全部展示出来了 而且这个殲20据说是 可能之前还有一些 比如斯利安或者其他国家的装备 那么现在好像全部都还给国产装备了 英族各个方面 中国的军数这样一个所谓大跃进 未来几年可能还会进行 印度从现代来看 他可能的重点就是在一方面的军数装备 一方面他将一个军数指挥体系 包括这个战术战略的这样一个指挥体系 包括这个所谓联动作战的这样一方面 可能会是他今后减弱 就是一个顺利的一个重点 证明你要不要谈一谈这个 我发到这个郁文刚才提到了 这个所谓的犯台的时间点 提前从2035到2027 我记得你曾经讨论过很多次 有关于解决台湾问题 一定是习近平想要做的事情 你怎么看这个时间点 时间点恐怕不光是由习近平定 再还看其他国家的做法 比如说美国海军司令最近说过 这个台海的窗口就是今年要到明年 他说甚至可能今晚就开战 那就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 这并不是全由他 但对习来说呢 就是悠悠万事为此为大 就中国未来一定会有的一场战争 应该就在台海 这个战争唯一避免的方法 就是美国放弃台海 放弃台湾 而美国放弃台湾呢 台湾可以避免一场战争 就是和谈完全可能 如果美国坚持不放弃的话 就是一场战争 可能还有半场是南海 你是台湾接受吗 台湾接受美国放弃台湾吗 如果美国要放弃的话 能不能到台湾接受不接受 79年的时候台湾也没接受 六个小时以前才知道 72年的时候是秘密的 49年的时候白皮书的时候 蒋介石也没有接受 这个东西这是美国的事 就习他自己的雄心是什么 那曾经在王岐山和他之间 就是王岐山和董宏之间有个对话 就被抓了 现在判了18年那个 董宏问王岐山 说老大的那个 最终志向什么 王呢说他是要做千古一帝 那董宏再问他那你呢 王岐山说我就是 要扶走他称慈大业 做铁血宰相 这王岐山对习的一个判断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 我们在经常有做节目的一个孟贤先生 他是对国际政治非常有研究的 常年写国际评论 《四季日报》上 他对习呢也有一个 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他说 毛泽东就是秦始皇 而邓小平呢 就是汉高祖刘邦 他灭了秦始皇 但他继承了秦制 把清朝的那种制度延续下来了 在他之后的呢 温景二帝的温景自治呢 实际上就就像中国的江湖 就休养生息 不折腾 把国家建得很强大 而习是谁呢 按照孟贤先生的比喻 他就是汉武帝 这个王岐山的比喻呢 不谋而合 就是要做千古一帝 在毛的诗词中 年汉武帝跟秦皇汉武 这基本上是提到一起的 就是他现在他要做的事 他讲要聚焦一战 中国什么地方可以开战 我刚才也说过 他不会到乌克兰去参战 这个战争只可能在台海 可能是主动的 可能是被弄的 我刚才说过就不再重复 也就是说 他要成 他就是汉武帝 他要败 可能就是王马 无论成败 这是一场好赌 赌的是国运 我相信我们不会等到三五年 就在这几年会看得到 英文哥恒青队刚才声明 这个所谓美国放弃台湾 台海给免疫战 你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因为这个从当前的这样一个识细来看 我历来主张 如果历来认为 历来认为就是说 真的台海这样的打起来了 除非中国能够快速 把台湾拿下来大陆 保德的话 会不会给美军提供 这个极限参战的这个机会参考 所以如果快速拿下来 到习战上 参战就来不及了 这个是客观限制 但是要美国说放弃台湾的话 我觉得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态势 这个国际环境来讲 根本不是不可能 美国怎么可能放弃台湾 至于这个我觉得这个 但是美国也不会 就是说给中国提供武力 解决台湾的这样一个理由 说我们美台基建来建交 这个都是我觉得机会上 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唯一的一种可能性的话 还是习近平的这样一个 主动的这样一个行为 比如讲他觉得各方面条件 经济方面的条件 这个其他方面条件都成熟了 虽然我前面跟军道争论 我说这个简文军攻打台湾的 这样一个从军事上来讲 早已准备好了 但是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完全事前实美的 准备的问题 你任何事要都是多多益心 都是更充分的更好 那么主要是在经济方面 科技方面 现在不如果这事就是说 他认为就是说准备好了 或者说实在准备不好 比如讲这个芯片问题 就是说我无论如何 他几年就得解决不了 这个芯片问题 那解决这什么问题 那就算了呗 那么这个台积电反而是 是一个目标 打台湾台积电反而是一个目标 把台积电躲过来 把台积电躲过来 虽然不可能 这个对中国来讲会 有什么好处 但是至少可以对美国也没好处了 是不是 对美国的高科技 也是一个群众打击 如果把台积电躲过来的话 印度来讲就是说 一方面如果他准备好了条件 高科技准备好了 他可能会主动的找个借口 发动这样一个这个所谓武统的这样一个东西 发现说不是武统 就是说以武必统 这个东西也可能 不一定也真的发生这样的答案 另一方面就是条件 就是说这个科技方面的条件 其实这个漏洞补不上 实在补不上 那我就不补了 那这种情况上 反而言之就是既然是补补 既然补不上的话 那你美国来想 你对我实际上不就是 道具我补不上吗 你反正结果现在反正是补不上 那也可能就是说 他接触情况下 他也来把台湾拉下来 这个东西我觉得 这个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至于所谓明年的台湾政策法通过之后 我早不认为直接会引发台湾政策 他可能会引发 这个就是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后果 但是直接引发台湾政策的可能性 我觉得还是不 那个我刚好听到一个 我在就是几年以前国内的时候 听到那个我的一个学弟 像金灿荣吧 他在一次会上就讲到 他刚刚跟那个 就主攻台湾部队的长官 如果我没猜错 那个应该就是就是何卫东 刚刚跟他开完一个喝完酒 就是他就讲 他说呢 在只要中央军委 就是老大吧 一声令下 就是24小时之内 把那个蔡英文背回来 然后他说说了个什么呢 同样那位军事长官跟他说 说这毛泽东时代 台湾问题是是拿不下来的 想打也过不去 没有那个能力 在邓小平时代呢 要打台湾的话 是以月计就打几个月 江泽民时期以星期计 胡锦涛时期呢 天计他现在就是以小时计 他就说这个话 那么当时我记得呢 我跟他还聊了个故事 我说你这个说一小时计 但是在场的呢 还有很多像沈志华 像这个贾康很多人 我说你这个一小时计 如果 24小时 你还没有解决的话 那你就已经算是输了 这个话呢就讲大了 什么叫威慑 真正的威慑是林彪 就刘亚楼当时跟 就是在北平谈判的时候 讲的那句话 当时是邓宝山代表辅助一道 杨柳青去跟林彪谈判 跟刘亚楼 就是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 等他到了那儿呢 刘亚楼通知他 说今天的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邓宝山很诧异 说为什么不包括天津 说刘亚楼跟他说 我们下了总攻击令 今天谈判就是北京的事 北平的事 邓宝山就问他 那你准备多长时间打下北平 打下天津 回答是三天 邓很不意外 说我看三个星期也打不下 这个时候呢 林彪就说了一句话 这次真正的就威慑 说三个星期打不下来 我就打三个月 三个月打不下来 我就打三年 你看着办吧 所以现在中共的 对台的政策 据我所知 就是军力早就可以了 根本就是打到什么程度 以什么方式打 但是 因为我刚才的担心 实际上的 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只要是武统的话 绝对不会 去搞封锁禁运 搞那种慢的方式 这样的话呢 变数就会增加 其他国家就会卷入 他一定会非常非常快 就是斩首行动的做法 因为这个至少是我亲耳所听到的 就如果不是何卫东的话 至少也是一个集团军的军长 讲到这个话 他们有那个能力 至于军陶讲的 他怎么懂军事 我不知道军陶有多少军事 就是当过多少年兵 多少个灯 多少个旅 八个旅是这样的 但这个准备 台湾如果说中共军队不能打的话 台湾军队恐怕更不能打 美国是希望台湾变成一头豪猪 但是按照孟贤先生 和其他的在台湾当过兵的 深知到台湾的人 台湾恐怕就是一个卤猪 金 你们要补充 我基本不同意 这个看法 这个金灿荣 金灿荣是什么人 在这个 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媒体当中 大家对他都有认识 他曾经呢 在这个八九年以前呢 他还是能够算得上学 之后来就 都变成了一个搞笑的 那时候曾经讲过什么 什么以后这个中国 这个我们以后这个世界就变成了 只有中国和外国之分了 那个时候就是他的一些言论 都变成了搞笑的 所以当然了 你说他 我讲的不是他 我讲是他转速的一个 集团军 和为东的 原来东国战区的 就跟他就没什么关系了 对 但是呢 我想啊 说这个 这个解放军的这个能力有多大 现在战力有多强 这一点呢 我们呢 曾经呢 我问过这个一些 就是当然是外交官了 我并没有问过那么多的 这个军事上的这种专家 但是呢 他们呢 都是对解放军的 在几年前是有评价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不认为解放军有什么能力 能够在 比如说在这个台海之间呢 这个兴风作浪 但是这两年呢 已经变化了 这两年已经变化了 我们曾经啊 有一次呢 我们在DC这边呢 有一个活动马克文化沙漏 我曾经呢 有一次我请了 那个 那个Robert 或者是苏定格 是那个 Robert Spotting Spotting呢 那次呢 他呢 来 他是这个来 他原来是开那个 B2那个轰炸机的嘛 然后他后来在 白宫呢 做这个 做这个分析 然后呢 这个他呢 到沙龙来做客 其中呢 在沙龙开始之前 这是三年前 疫情之前 在开始讲之前呢 我们一块吃的中午饭 在饭桌上 君涛那次正好来 君涛提的问题 君涛说 如果台海开战了 如果台海开战了 美军会怎么办 现在我可以说了 当时不改 不能说出去 这个 他呢 当时呢 Spotting就直接就说 脱口而出 说撤侨 美军会撤侨 后来呢 我们当时都 都很shock 说你怎么可能去撤侨呢 对吧 说这个 你不是承诺了 这个台湾呢 这个有这个 这个要联防 要联防吗 要保护台湾呢 那怎么这些东西都不做了 他说做不到 做不到 然后你看这两年啊 就形势就变了 这两年你看从 这个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到这个国防部长 到各个将军们 到这些这个政客们 现在呢 他就全变了 我相信 他们对 这个解放军的能力的 这个认识 应该足以说 在这个评估的这个水平嘛 应该至少比我们要 要清楚的多 至少不懂军事 但是我通过看他们 我觉得他们都是虚张声势吧 不应该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我真不觉得 说这个打台湾就是 按几个小时算 按几天算 或者是什么 实际上呢 打台湾 我觉得呢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件事情 很可能 中共的政权给打丢了 这个呢 就是像现在 这个俄罗斯 现在深陷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处境 应该是一模一样 甚至比这个还惨 所以呢 我 这是我的 我的一个不懂军事的 一个认识 但是 我们也是 看过猪跑嘛 好 习近平中国梦 强军梦 到底怎么样啊 这个 视察这个军委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刚才这个 预文 盛名军涛 跟这个 恒金也都做了 他们的观察 我不晓得 世卫还为什么要补充的 如果没有的话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 就到此告一段落 这期的中国研究院啊 谢谢 冯盛名先生 黄俊涛先生 邓一文先生 跟李恒星先生 我们讨论很多啊 从二十大之后的 中国的变化 到俄乌战争 到美国的其中选举 还有最重要的 下个礼拜一 11月14号 拜登习近平 最近两年多来 第一次的会面 以各 以中美双方的 各国的元首的身份啊 在这个巴黎岛 巴黎岛的见面 我们到时候 下个礼拜的 中国研究院 会持续在讨论一下 拜祭峰会 到底谈了什么事情 两个人争锋相对 或者是各有让步 好 再次谢谢四位 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谢谢大家支持 长期关注我们 中国研究院 我们这一次 中国研究院 这到时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敬请您的支持明镜电视频道